香港将分阶段放宽防疫限制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1号星期一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云丁一同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香港市新增14,068宗确诊 其中经核酸检测确诊4523宗 阳性承报平台收到9545宗的有效承报 另外再多179名新冠病毒阳性患者离世 再来看几条简讯 为配合内地抗疫预防输出本地个案 深圳湾口岸即日起缩短开关时间 经陆路入境内地及澳门的人士 除了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外 到口岸出境前还要接受一次额外的快速核酸检测 另外 政府也正研究在机场 要求前往内地的旅客进行额外的快速核酸检测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电台节目表示 不排除会出现第六波疫情及其他变种病毒 长者疫苗接种问题上 家属书面反对院设长者接种的情况已经有改善 目前有55%的院设长者已经打针 有40%曾经染疫未能立即接种 他估计目前有约5%的院设长者 仍然未安排接种疫苗 政府会再仔细分析继续为长者接种 另外则最新消息 中国民航局表示 东方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 在执行昆明至广州航班任务时 在广西吾州上空失联 目前已确认该飞机坠毁 机上人员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机组人员9人 民航局已启动应急机制 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 另据传媒报道 这架飞机是从昆明飞往广州的MU5735航班 今天下午13点15分 从昆明长水机场起飞 回到香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继续主持美日记者会 她表示过去四周香港疫情经历惊涛骇浪 已经累积超过100万宗的个案 数据显示经历严峻的高峰期之后 各项监察指标呈现放缓的迹象 在大家关心的全民检测方面 政府决定暂缓全民检测 不过如果时机合适 仍然会考虑 林郑月娥引述本地专家和内地专家意见表示 全民检测应该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和尾段进行 初期进行可以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而尾段进行则可以识别社区中剩余的感染人士 从而达至社会面的清零 她又表示 内地专家考察后认为 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 是香港与内地的最大区别 疫情目前仍然处于高位 即使全民检测有法律基础 恐怕也难以达到全民筛查这个目标 而社交距离措施方面 林郑月娥就表示 如果疫情持续放缓没有反弹 社交距离措施从下个月21号起 将会分三个月三个阶段逐步放宽 首阶段是从4月21号开始 大部分的表列处所 也就是十四、健身室、美容院等 以及康文署、辖下的体育馆、图书馆等 将可以重开 限聚令放宽至4个人 十四恢复晚市堂食到晚上10点 每台人数最多4个人 同时取消两户以上家庭在私人地方聚集的限制 而第二阶段最快的5月中后期 酒吧、泳池、泳滩也会重开 户外运动、郊野公园、健身室无需戴口罩 晚市堂食将会放宽到5月12点 8人一台 酒吧则是4人一台 而到第三阶段将会解除所有对顾客人数 营业时间的限制 学校方面林郑月娥表示 本地学校可以在原定的复活节假期之后 也就是最快4月19号恢复面授课堂 小学、国际学校和幼稚园将率先恢复面授课 中学则要等到中学文评室DSE核心科目考试完成之后 再恢复面授课 目前为止以4月22号开考文评室为目标 而航班熔断方面 4月1号起将取消9个国家的禁非令 试用范围是所有从海外抵港人士 不再将海外国家划分为ABC组 而首阶段会先让在海外的香港居民回港 第五波疫情是重创各行各业 市民历经两年多的持续抗疫 疲惫心态不言而喻 而香港抗疫历经两年来疫情不断变化 下一步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确实需要检讨 本轮防疫措施将会在4月20号到期 如何在防止疫情反弹的同时 做到分阶段逐步放宽防疫措施 近期专家都提出了不少建议和意见 而归根结底 香港特区两年来摇摆不定的防疫政策 是今时今日疫情持续严峻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此要提醒决策者 特区政府应该声明 香港在国家防疫抗疫大局中的关键作用 应该具备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大局观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应该慎之又慎 如何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维护市民生命健康 相信特区政府有智慧可以做到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明天再会